十多位志工 建唱祝福歌 场面热闹 志工还煮汤圆 祝福丽厨 平安顺利 楼梯就这里老 那里老 上面也老了 修理好就不错了 散啊 我觉得整修完 很干净 住起来很舒服 关怀顾杨女士 一个儿子入狱服刑 一个有精神障碍 平日还需要洗肾 经济不宽裕 杨女士打零工 照顾儿子和孙女 老旧房屋 年久失修 一个原本是水泥的水槽 而且裂缝非常多 以至于我们 要把这边的屋顶 全部都掀掉完之后 再做一个不锈钢的水槽 费时两三个星期修缮 屋顶整个翻修 屋内墙壁重新粉刷 慈济五年多关怀 点点滴滴 杨女士感动在心 翻转手心成为会员 也捐出家里多余的家具 给更需要的人 岸家就告诉我一句话 叔叔这个你说得很好 你帮助我 我来帮助别人 让这个爱来去循环 那我听到岸家这样子讲 我心里就觉得说 这五年的关怀陪伴 真的是让我们很开心 立厨的欢乐气氛 加上耶诞节快到了 志工扮成耶诞老公公 带着岸家分送祝福 把爱和欢乐一起传出去 大爱新闻黄子龄李月威 张华报道